大家好,我是Gladys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贷款政策 就是FHFA,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 提高了Comforting Loan的Limit 什么叫Comforting Loan Limit呢? 就是一个正常贷款,常规贷款 为什么会提高呢? 因为这个房价它涨了呀,而且会有通胀 那么这个在过去历史上来讲 房子一直是在稳步的升值 那么这个贷款的金额呢 就是从了2022年去年的64万7200 涨了差不多8万块钱 变成了72万6200块 针对不同的地区呢 比如说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因为这两个城市这个房产的均价 相对于全国的水平较高 他们的这个Comforting Loan的Limit 就会更高一些 是大概是在108万9300 那我们一般华人买房呢 给的首付是大概是20% 所以如果按照新的这个72万6200来算 那你可以大概买到91万美金左右的房子 这个限额为什么会提高呢? 因为这个房价它涨了呀 就是说这个在不管是通胀 还历史十年来看 房地产的价值一是稳步上升的 就比如上休斯顿五六年前 可能你能住一个50万的房子 大家觉得哇塞你家算比较有钱的 住得很好 但现在50可能就是一个 不能说中等偏低 非常中等的价格 就不是中等偏上了 那就是说你现在花50万呢 可以买了差不多之前 30万的房子样子 另外我想补充说明一点呢 就是房价的增长呢 跟通胀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所谓的货币通胀呢 就是简单一句话说 你的购买力下降了 我给大家举一个 特别通俗一种的例子 比如说你去超市买菜 以前我花五毛钱 可以买一把小葱 最近都要花到八毛或九毛了 那么这个就叫做购买力下降 也就是说你花同样的金钱 买的东西它少了 就叫购买力下降 比如说一下什么叫 comforting loan 也就是说呢 同一个贷款申请人 你提交了你的收入证明 等等资料 如果这个你贷款的额度 注意是贷款额度 不是房屋的价格哦 小于726,200 你就属一个常规贷款 那如果你的贷款金额呢 超过了726,200 这个就叫做张宝购 loan 所谓的张宝购 loan呢 就是大额贷款 那么大额贷款呢 银行给你要的这个资料呀 就会更多一些 更难批一些 利息更高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你借钱多 那就说明你的还款压力大 那风险就高 那么银行给你要的东西 就肯定会比 在常规范围内的贷款 的资料会多很多 那么下面说一说 这个提高贷款额度 对于你的买房子 有什么影响 那么如果你生活的地区呢 是东西海岸 就是均价 房地产均价比较贵的城市呢 那么这个提高额度 你申请贷款就会容易很多 然后你可以购买到的 比较你喜欢的房子 机会也多很多 那么也不需要再付一个 就是额外的利率 或者是提交一些额外的文件 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当然了 对于我们在休士顿来讲 就是能买到90万的房子的人 说实话还是非常少的 我们的房屋均价 我觉得是在大概30万 到35万这么一个区间 那普通老百姓呢 住的房子大概是30万 到45万这么一个区间之内